你不相信我 盛儿 你应该相信我 那开心 真的不是你的孩子 真不是 沈子 别人的话您不信 我的话您总信吧 照你们这么说 那我就放心了 早知道会闹成今天这样 这当年就是再麻烦 我也不应该跟我爸扯那话 这也不怪你 就你爸那性子 当年你要不这么说 能过得了他那关啊 眼下的问题是 你后天和小夕结婚的事 可咋办呢 照常办 我不同意 开心还病着呢 结婚的事以后再说 小夕 小夕你不用这样 该办的事你们照常办 别管开心 就是啊 小孩子不懂事 你也 你也由着他的性子嘛 妈 你别这么说 开心这孩子呀 性子倔 你说这回都跑了一次了 得亏没出啥大事 我跟贱斌 要是不管不顾结了婚 这孩子钻了牛角尖 以后我们俩结了婚 也过不踏实 是啊 咱们这几年都过来了 也不差这几天了 俭斌 你刚才可是答应我的 我 俭斌啊 婚前婚后都听我的 就这样吧 妈 我们家这边的亲戚啊 你去通知 单位和你们家的亲戚 你去通知 嗯 这酒席要退不掉 就当请大家吃个饭 赔礼道歉了 接着晚啊 还疼吗 你说呢 老人家 您认识一个叫王岚的人吗 王岚 我认识啊 认识啊 哦 那人也挺好 也挺勤快的 他死了 死了 哎呀 对呀 他死了不到两年 他老婆也走了 还不是 不是 我问的是个女的 他还有一个儿子 叫赵晓杨 哦 你说晓杨骂王岚啊 搬走了 已经一二十年了 那您知道他搬哪儿去了吗 他搬到好像是柳树香去了 柳树香 谢谢您啊 怎么了 疼得不醒了 那 那我赶紧去叫医生去 回来 逗你的 早就不疼了 人家医生说了 再打两天的香烟 就能出院了 你呀 哎呀 我真是的 我现在迫不及待地 想回去上班 我在医院待得都快憋死了 单位咋样 忙不忙 这单位现在可忙了 那都忙成一锅粥了 那大家呀 那都是盼星星盼月亮的 就等着你回去主持大局呢 行啊你老好 还知道开玩笑损人了 行了 你呀 你好好听话 在这儿安心地养病 这地球啊 那离了谁都能转 谁啊 开心 喂 开心 爸爸 你下班没 咋还没回来呢 我都等急死了 好 我马上就回来了 去吧 我一个大人还能待不住 行 开心呀 也只要两天就出院了 那我先过去了 嗯 别把小姐搅号 这么多东西 你说你都买车了 这黎娜她也不说去接你一趟 人家忙正事呢嘛 啥正事啊 给我生孙子呢 才叫正事呢 一个女人家 她这天天在外边跑 你说这 你看看你们家 这跟猪窝似的 还得我给你们收拾 真是 喂 妈 小夕结婚热闹我 咋样啊 还结啥婚呢 她人都在院里躺着呢 啥 来 我来 齐学哥 你啥时候回来的 我刚刚到的 听说你住院了 就赶紧过来看看你 好 这建兵呢 怎么让你一个人 小夕阿姨特意给你买的核桃酥 来 尝尝 爸爸 你吃 你吃吧 妈妈 你也吃 来 来 咱们来做个比赛 走吧 看人家都快好不好 爸爸 你肯坑人了 你嘴那么大 我根本比不过你 那你快快养病 等你长大了 嘴就像爸爸一样大了 对不对 你别动别动 我来 我来 你伺候我伺候了三年 你就让我伺候你一位 疼吗 有点 笑啥 接下来 该我问你那些话了 啥话呀 小夕 你渴不渴 想不想吃点什么 要不然我拿点书给你念念 我不渴不冷也不饿 我呀更不想听七里香 就好好测试 我听丽娜说 这回你们要回来发展了 深圳那边市场已经饱和了 二的水太深 在那边不管再怎么努力 其实也掀不起这么大浪了 回来挺好的 咱们家乡呀 就是一块没有开发的沃土 像你们这种有能力的人 回来好好发挥发挥自己的才干 加上国家好的政策 早晚有一天 能把家乡建设得跟深圳一样好 到时候呀 估计还有好多事要麻烦你的 好呀 只要能让老百姓有切实的好处 我们镇上一定鼎力支持 好了 咱不说我了 说说你吧 我 你跟建兵就为个孩子 就要一直这么耗下去吗 看着人家三个人那么温馨 你不会觉得不舒服吗 这有啥不舒服呀 我现在不是很好建兵的气 不是因为我不爱他 是因为我知道他心里只有我 我心里也只有他 那我还生啥气 你可真够大肚子 小夕 我跟你说实话 我们离婚以后 我一心想你幸福 我要是知道你后来 过得这么辛苦的话 我当初 小夕 叶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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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璇 你怎么在这儿 什么时候回来的 这不是 我都没敢去见你 能受我气吧 没有 没有 你不是办正事吗 我怎么会生你气呢 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现在终于有点头绪了 这不来让小夕帮忙吗 帮忙 帮啥忙呀 没 没 不在乎这一会儿 先让小夕把伤养好 知道了 就你一个人心情小夕 我呀马上就能出院了 这身份快点得有了 你们等会儿 我叫护士去 等你赶紧去救 花好香呀 喜欢吗 喜欢 找我啥事 没事 等你出院再推 不着急 小夕 小夕 我刚来的时候 看到好富镇长 跟那孩子一家了 听说那孩子 真是他精神呢 不是 真是他占有家的 那你还由他那么回来 你该不会那烂好心 又发作了 想把他让给那母子俩吧 这咋可能呢 好见兵又不是个东西 感情的事咋让 我们就是怕伤害孩子 那我就放心 吃点水果吧 我给你帮你了 累死我了 秦璇 那董事长说那地儿吧 特别远 原来那个乡都不在了 搬到另外一个镇上去了 那派出所前景间还着了火 资料全可烧没了 我现在只能挨家挨户地去打听 我腿都走壮了 辛苦你了啊 我给你了啊 只要能帮到董事长就行 能帮到董事长吧 他就能帮咱们东山再起 这大推个得报警了啊 你说 你已经打听出头绪了 听你老人说 这家人二十多年前就搬走了 你猜搬哪儿了 搬哪儿了 柳树震 瞧吧 小夕不是在那镇镇府工作 那么多年吗 到时候找他帮忙 你打听 全出来了 那真是太好了 不行 我饿了 我都做点吃的去 深圳的事怎么样了 对了 那俩老人怎么处理的 我把咱俩之前住的房子给他们住了 替他们付了一年房租 另外我还帮他们请了个律师 帮他们打官司 希望能把他们赔的钱给找回来 也行 反正这事啊我也有责任 要是我当初审核得严一点 也不至于这样 行了 吃一件长一智嘛 全当我们交学费了 不过娜娜 我希望有一件事 你能做好心理准备 如果那个房东 真拿不出钱的话 我们很有可能 要拿自己的钱 赔偿两个老人家 凭什么啊 你给人交了房租 请了律师 凭什么这钱还得我们出啊 这两个老人为了买新房 把之前那个房子都卖了 如果拿不到钱的话 他们就真的走投无路了 咱俩要是赔了钱 走投无路的人是我们 咱俩不是还年轻吗 这年轻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都是一点一点挣回来的 咱俩现在公司也没了 来钱的门路也没了 这家里就算有个金山 也经不起你这么折腾啊 我知道你心善 你看不得人家吃苦 我看人家我心里也心疼 但是你也得为咱们 以后的日子想想啊 以后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我并没有说现在一定要 赔这个钱 我只是说有这个可能 算了 我们不聊这个了 钱的事你不用担心 我自己想办法吧 苦了谁也不会苦了你的 我是怕自己吃苦吗 我是怕自己吃苦吗 你坐 我给你倒杯水去 别忙活了 你这腿也不利索 坐吧 我今天来啊 是有事想找你帮忙 只要我能帮得上的 尽管开口 是这样的 我跟金学在深圳的时候啊 遇到一位贵人 他呢年轻的时候 在我们这儿插过队 你说的是赵董事长吧 对对 就是他 他现在在找一位失散的故人 他插队那个地儿吧 我也去了 当地老人说 这家人二十多年前 搬到柳叔镇来了 那我想着你不是 在这镇上工作 那么多年吗 跟底下各个村 肯定也都熟悉 所以我想找你帮我 打听打听 没问题 他要找的人叫啥名字 叫王岚 今年大概五十来岁吧 他还有一个儿子 叫赵晓杨 大概也就三十岁 信息如果这么准确的话 很快就能找着 明天我上班了 就去给他查 明天就上班啊 你这也不休息休息啊 建彬呢 开心这孩子呀今天出院 非闹着要他去接 他去医院了 小夕啊 有句话吧 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但咱俩毕竟同事一场 我还是多嘴提醒你去 我觉得你应该 多仿着点那女的 你说的是开心妈妈 对啊 我真不相信一个小孩 他能翻出多大的了 真的 没准都那女的窜呢 不可能 玲玲姐不是那样的人 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要我说吧 你还是赶紧把这婚结了吧 要不然夜长梦多 没准后面又出点 什么别的事呢 小家伙儿 以后可不准再吓爷爷了 爷爷差点让你想说毛病了 爷爷 对不起 我错了 你没错 错的是有些人 他不来的时候 咱们孙子三人 不是活得挺好的吗 他一来你看出了多少事 爸 你瞎说啥呢 爷 你别怪妈妈 小白眼狼 他才来几天呢 你就想着他 我可是一把食一把尿都养了 你这么多些年呢 我最爱爷爷了 开心 你现在呢也是男子汉了 这以后啊 千万不能再干这离家出走的事了 听见没有 行了 行了 别再训孩子 他一个人在山里头 遭了多大的罪啊 这不刚好 你就训他 我心疼还来不及呢 开心啊 你在山里边 他是不是挺害怕的 那个滋味不好受吧 当然了 得让你吃吃苦 你才能知道家里的甜 以后这种苦还是少吃 在家里边 跟着爷爷爸爸好好上学 还有妈妈 开心 那小夕阿姨也是妈妈 对不对 她不是 她是小复兴的妈妈 你要是再跟小夕阿姨结婚 不要我妈妈 我还走 开心 慢慢来 慢慢来 爸 那我还回当委屈住了 好 爸爸 你别走 开心 爸爸不是要走 是家里边住不开了 建兵哥 你别走 还是我出去找个地方住吧 你们倒不准走 开心 行了 行了 别再争了 都不走 这么大这房间呢 还住不下咱们四个人呢 见面 咱俩就在这儿打击库 让他们两个住到里边去 这不就完了吗 行 都不走了 小夕 听小李说你要去清瓶庄啊 是啊 我去看看清清那个蘑菇重的怎么样了 正好跟她商量一下全村推广的事 可是你的伤还没完全好呢 那不能走太多的路啊 我还有工作 等我忙完了我送你过去 有人送我的 谁啊 一个男的 咱单位的 算吧 又来了 爸 你咋来了呀 我咋来了 我保护你媳妇来了呗 叔一大早就给我打电话了 关心我吃 关心我喝 听说我要回清瓶庄 非要送我 我们这就走了 行 慢点啊 嗯 你回吧 坐好了吗 坐好了 叔 慢点吧 这模糊长得可真好 清清 我真没想到 你这规模弄得这么大 太棒了 真棒 小夕啊 来 看看这是啥 灵芝 哪儿来的 当然是我们培育出来的了 你不是说了灵芝 培育起来很困难吗 现在能养了 成功了 除了灵芝 我们现在还培育了 其他高端的食用菌 和药用菌 对 现在城里的人啊 特别注重雅盛 对于药用菌的需求量很大 而且经济价值 还比食用菌高 你们俩可真厉害 这都多亏了你之前 给介绍的去外地学习的机会 还是你聪明能干 行了 行了 你们俩先别忙着互相吹跑 我还有更新鲜的给你看呢 还有惊喜啊 这是活的呀 这个呀 还是二愣哥想出来的 之前一挤出灵芝 给长分支了 他说看起来怪好看的 我想了想 就试着嫁接了一下 做成喷颈了 可以呀 牛二愣啊 现在不光有经济头脑了 这审美眼光也上来了 值得表扬 方润 没给您丢人吧 算是个合格的村主任吧 这才刚合格啊 你们俩学会了可不行 你们还得带动全村 还有全镇的乡亲们 都学会了 大家富起来 你才是优秀的村主任 你 秦秦啊 你现在是技术能手了 到时候一定要 多帮助乡亲们 小夕姐 你放心吧 以后你说啥 我就去干啥 我跟我孟二愣 都听你的 我只听你的 行行行 你听他的就行 啊 叔 您坐下啊 好好好 那 这样吧 你们谈你们的证事 我到外面转转 那我陪你去 好好 来 慢点啊 小夕啊 我告诉你 全村推广 种蘑菇养木耳这事 其实我已经开始张罗了 但是遇到点问题 你说 咱有问题就解决问题 那村里的情况 你也清楚 这家庭富裕呢 在外都有自己的生意 对于种蘑菇这事 没多大兴趣 这家庭困难呢 想干 但是又没钱 你想啊 这盖大棚 禁军种 外出学习技术 怎么着都需要 上万块钱 好些困难的家庭啊 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 这事我有办法 我来解决 咋 你还想给他们贴补钱啊 我就是想贴补 我也没有那么多钱呀 国家呀 有专门针对贫困户的 小俄伏兵贷款 国家会补贴一部分利息 有的呢 甚至能做到无息 就是为了解决贫困用户 没有资金投入生产 而产生的实际困境 所有陆入建党利卡 信息系统的贫困户 只要有这个发展愿望 发展项目 生产能力 还款能力的 都能申请贷款 这事我知道 只是有些乡亲啊 胆子小 怕到时候赔了钱还不上 有些呢 胆子倒是大 但是平时呢 好吃懒做 我就怕他们拿着贷款 吃吃喝喝祸祸祸掉了 这样 胆小的呢 咱们就给他打打强心针 胆大的 咱们就做好前期的审核 和中期的监督 你看咋样 那你是领导 听你的 好 你这么不要脸呢 你才不要脸 你们全样人都不要脸 你不要脸 杨青玉学是个黄世人 欠了大伙的地 不加加怀地 对 不加加怀地 不加加怀地 还啥地 还啥地呀 还啥地呀 你来得正好 你是镇上的干部 看儿子骗了大伙的地 你说咋办 骗地 你还想喝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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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别吵了 听我说 这个事情 我会调查清楚的 到时候给大家一个公道 现在就散了吧 小心 王主任 别跟他们说 太子 让你加钱 你加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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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学哥 你看我了解的情况 是不是对的啊 你是不是想租村民闲置的地 培育核桃苗 是吧 那为啥二赖子说你骗大家呢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 我本来在各家租地 都挺顺利的 这二赖子家有一亩地 一直慌着 他也懒得重 我也租了 但是他提出 要多加一千块钱 我看他们家困难 我就给了 可谁知他出去跟人家闲吧 让其他人知道了 人家都跑来让我加钱 这一个人一千 没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一亩地 加一千的话 我就承受不了了 那不租他的地 不就完了吗 你以为就你聪明啊 别人都是傻子 真是我为你们好啊 是 叔 我也想了 就不租他的地了 但是他知道之后 我就开始闹了 而且还摻毁着其他人 一起反悔 人家都不租给我了 清学哥 你当初跟大家签合同了吗 签了 但是这乡里相亲的 我也不能把人家 搞到法院去吧 这样 你跟谁签了合同 租了多少亩地 你列一个单子给我 回头啊 我找他们去说说 好 小夕 实在太感谢你了 咱俩就别客气了 小夕啊 你留下吃饭吧 你不是爱吃我做的油泼面吧 我现在就去和面去吧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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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了 不用了 家里的饭都已经做好了 就不麻烦你们了 我还有工作 那我先走拉闪 走拉闪 咋了呀 叔 小夕啊 我问你 那个杨清学私人租地的事 还归你们朕干不管吗 倒是不归我们管 不过我想着相利相亲的 能帮就帮帮 现在呀村里打工的人多了 地都慌着怪可惜的 我想着他要租回去 种的话也是件好事 再说了 我还有个私心呢 我想着他这 玉核桃苗的事要成了的话 将来让他带领着大家一块儿干 那我知道了 爸 你啥时候来的呀 小夕回来了 回来了 我 咋了吧 还有事啊 你就知道欧啊 你说我怎么就演了 这么一个呆孩子呢 你要再不上心的话 小夕就被别人拐跑了 爸 你瞎说啥呢 你知道我今天带着小夕 去清平庄碰见谁了 碰见谁了 杨清学 他要租地做生意 遇到些麻烦 小夕把这事就揽过来了 要帮他 杨清学租地 他做啥生意啊 这是重点吗 他俩的关系不一般 不是 那小夕帮他呀 那是小夕出于好心 他们做过三年的夫妻 你知道啊 我知道 就算他们做了十年的夫妻 那小夕现在对他 那也不会有别的意思啊 小夕可以没有 嫁不住杨清学有啊 当年都知道 杨清学离婚是为了那个丽娜 这都离了几年了 怎么还没接呢 孩子啊 男人啊都是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 小夕可以没有那个意思 你得防着杨清学呀 小夕是个心大的孩子 当年嫁给她是为了报恩 你嫁不住这次又上他的当吗 行了 行了 爸 你先回去吧 我这儿还有好多工作要做呢 什么意思啊 你要撵我走啊 爸 这是镇政府 你儿子现在又是领导 那你要是 不怕影响我工作 那你就在这儿待着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行了 爸 赶紧先回去吧 路上慢点啊 行 给 这就是合同 小娃嫂子 你现在还想不想把地 租给清学哥 如果不想的话 我跟他说一声 这合同就作废了 想想想 咋能不想呢嘛 不过 眉母得给我再加一千块钱 要不我可不干啊 那这合同还是作废了吧 小夕 你这干啥呢你 塞花嫂子 清学哥要租那么多的地 如果每亩地 都加一千块钱的话 他哪儿有那么多钱啊 我不如劝他趁早死了心 干点别的事吧 他那么有钱 在深圳又发了大财 给我们大伙儿 加个千二八百的 咋可能加不起呢嘛 话不能这么说 人家赚的也是辛苦钱 他跟我说了 他那边的生意啊 出现了问题 亏了不少钱呢 不过这租地啊 是你情我愿的事 如果你不愿意 谈不拢的话 那索性就算了 清学哥也说了 乡里相亲的 没必要闹到法院去 回头啊你把定金 退给他就行了 不加了不加了 不加了还不行吗 真的 真的 你跟清学都离婚了 还这么想着他 我不是向着他 我是向着大家 你以为我傻呀 塞花嫂子 你是想做一锤子买卖 还是想做长久生意 这一锤子买卖 就是你今年收的租金是高了 清学哥的成本也就大了 但是这生意不成 明年他就不租了 你也就没钱赚了 可是这长久的生意呢 就是你们两个 都有利可赚 明年他还租你的地 你选哪一样 那我当然要选长期的了 我塞花嫂子就是个聪明人 我反正说不过你 你说啥就是啥 不过呀 我就是信任你 你就是再向着清学 你也不会可可我们的 那当然了 我还想着跟他说说 到时候清学哥 种地肯定要雇人 让他雇你去 这样你可以学学技术 以后啊育苗赚钱 自己就能种了 那就太感谢你了 太好了 那行 你先忙着 下回再聊 我呀再去劝劝别人 我不忙 我跟你一块儿去啊 走 妈妈 一会儿带我去游乐场 玩省这木马好不好 好啊 来 先把衣服穿上 好的 嫂子 你也多穿点 这外头可冷了 来 叔 你们这要是干啥去啊 你们这事 爷爷 爸爸和妈妈们 要带我去游乐场玩 要不要一起去 爸 咱一块儿去吧 对啊 一起去吧 你出来 我有话跟你说 行 那我先出一趟 还有蜂蜜水 别忘了 知道了 咋了吧 小夕干啥去了 你知道吧 他回村去帮杨清学 张罗租地的事啊 你干啥不跟他在一块呢 开心在家呢 我得陪开心啊 你看你说你 你爹是个木槿 你这脑袋瓜子 就跟木头做得一样 你知道不知道 小夕处理完租地的事 估计啊 要预约杨清学见面 效率这么高啊 这真是小夕出马 啥事都能办成 你说你这孩子 这不是急死了 学压都能上去 你 你现在赶快去找小夕 跟她一起去 去见杨清学 爸 那小夕跟清学 真的啥事都没有啊 你别整天想东想西的 行行行行 你爱咋 你咋 将来媳妇没了 你别哭 爸 要不你跟开心说一声 就是我单位有事 改天带她出去玩 你说这混小子 我还以为你真不着急呢 咱们这儿呢 姓王的人家挺多的 但是叫王岚的 同音字的有十几个 五十多岁 有个三十岁儿子的 有七八个 但是儿子叫赵小阳的 一个都没有 我把他们地址 都记录下来了 回头你再看看 太谢谢你了 小夕 不客气 对了 清学哥 我已经跟村民们谈好了 你那个地的事啊 随时可以动工 那真是太好了 什么地的事啊 就是清学哥租了村里的地 要培育核桃苗 这个事情你不知道啊 不是 娜娜呀 她不太懂想想物能的事 我就想着 等一切准备好之后 再跟她说的 小夕 这回啊 你可真是帮了我们俩大忙 今儿我请客啊 都别跟我客气 来 我们好好喝一杯 请听 咱俩今儿好好喝一杯 行 咱们一块来一杯 来 你少喝点 没事 来 你喝茶 来 关于你们啊 回柳世春发展 为家乡做贡献 来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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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 睡了吗 睡了 好 气呼呼的 哄了半天哪 好 叔 建兵哥他单位 没出啥大事吧 他单位倒是没啥事 他是带着王小夕 去见杨清学了 那就好 孩子 我跟你说个事 我们家建兵啊 轴得很 他喜欢小夕好多年了 中间让杨清学 劫走了一回 他一等就是三四年 这回吧 基本上看演判的就成了 不能让杨清学再劫走一回 好 是 是 干啥呀 大马路上的 咋啦 这是大马路上咋啦 光明正大的 还不能拉手了 你以前从来不这样 从来不在大马路上拉手 不是说要带开心去游乐园吗 咋跑来接我了 来陪你吧 是不是叔跟你说啥了 我爸没跟我说啥呀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出来查岗 我不是不相信你 我是不相信杨清学 想啥呢 人家跟丽娜 两个人好着呢 咱们在深圳损失太大了 咱们在深圳损失太大了 手边已经没有多余的资金 再去搞看房地产开发了 我昨晚的 必须要靠山吃山 洛州不是核桃之乡吗 我想租些地 与些核桃苗 肯定能赚钱 我昨晚的 就是分享钱 行了 什么呢 anía 我还是唯一好 你在永远知道 我才没没个人 快不会 我喝点了 我我也生个宝贝 差不多 是吧 王小夕她能帮你呀 人还能替你生孩子呢 干脆你俩扶婚吧 你胡说什么呢 我不能替你生孩子 我是个不完整的女人 我是个不完整的女人 嫩嫩 别再拿孩子的事 为难自己了 好吗 我说过 即便是没有孩子 我们俩也一定会幸福地 生活在一起的 做什么 秦玄 答应我 别离开我好不好 不会的 我不会离开你的 不管我做错什么事 你都能原谅我吗 会的 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我爱你 这个地方写你的名字 这个地方写上你自己的身份证号 好 赵佳 真是谢谢你们啊 有了你们的支持 乡亲们一定能早日过上好日子 是国家的政策好 贷款到位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还要辛苦你们基层干部 监督贷款的使用 让钱切切实实地用到生产上去 这样才能细水长流 良性循环 放心吧 我们一定做到 好嘞 大姐 大姐 师傅助长慢点啊 大姐 这边安全 好 再见 喂 刘主任 刘主任 听说把自己签过两天 就把签子拿到手 这么好的事你也跟我不说 申请扶贫贷款啊 是要经过考核的 不是谁都能拿的 考啊 随便考 我就不信村上还有比我家更穷的 扶贫贷款啊不是扶贫补助 考察的不是谁家更穷 考察的申请人 有没有勤劳致富的意愿和能力 考啊 随便考 你们就是考得种蘑菇嘛 我也种 就你啊 谁不知道你好事懒做 你什么意思 别以为自己当了 存主任的胡子牛的跟啥一样 当年你比我更难 二赖子 你真有种蘑菇的想法 有 我媳妇跟娃走了 扔下我一个人 我也想挣更多的钱 跟她一样 娶个漂亮媳妇 你别听她说得好听啊 村上不是没给她 找着挣钱的门路 不是贤苦就是嫌累 您要同意给她申请贷款 保准把这钱给你获获了 你信不信 那万一人家真有改她意愿呢 你不能因为对人家有偏见 就彻底不给机会 不是 这改变怎么就那么容易呢 那当年谁是咱们村第一来呀 那现在又入了地 又当了村干部 放心吧 贷款的事咱们能监督着 就算她挪用的话 及时终止也是来得及的 那行 到时候我重点盯着她 二赖子 王主任呢 同意你申请贷款了 不过这回啊 你得好好看 谢谢二位 走吧 全村第一来 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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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